飛彈射出火光化過夜空 命中還向了目標 爆炸聲鎮耳欲聾 把時間往前推 國軍弟兄們可是在傍晚時段 就把車輛陸續開到定位 雖然早上的射擊成績不見理想 但晚間的射擊作業 一樣不能鬆懈 26號晚間 陸軍八軍團在屏東方山 進行夜間實彈射擊 而這次最大的亮點 就是陸軍首次使用 新採購的100套 拖2B飛彈發射器 而且首次亮相就實時夜間射擊 晚上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如果單用肉眼 別說命中目標了 就連靶在哪裡 可能都會搞不清楚方向 而這款新的發射器 內建熱顯像儀 就算能見度超低 也能正常執行 反裝甲反登錄任務 而這次夜射 打的是舊式的拖2A式 反戰車飛彈 1500公尺射擊 12發重11發 夜間初登場 角出亮眼成績 東森新聞崔原佩玲 嘉義在屏東報導